微臣凌云彻 叩见皇上 令妃娘娘 玉妃娘娘 来得倒是不慢哪 皇上 微臣听说 冒歉求见皇上 惊扰圣驾 微臣特意前来 向皇上请罪 冒歉 还不赶紧回去 我不回去 我还未将实情说出 凌云彻你这么急着赶我走 是心虚了吧 我有什么可兴许的 皇上 是微臣不好 微臣不懂得如何管教妻事 让冒歉 在御前无状 还请皇上恕罪 在皇上面前 你们夫妻二人争执个没完 可见平日不睦啊 令妃娘娘说得是 妾身的夫君不在意妾身 可惺惺惺惺的竟全是皇后娘娘一人 妾身怎能跟她和睦啊 路倩 你别忘了 这是在御前 你绝不可以污蔑中宫 更不可以犹如皇上上厅 皇上 您万不可听冒谦胡言 俗话说得好 久后土真言梦里话心生 若不是同床共枕 怎知道你竟如此的心心念念 连梦里也不能忘 常常呼唤皇后娘娘的闺蜜啊 如意如意 倒真是个吉祥如意 一听让人难忘的好名字啊 放死 皇后的闺蜜岂是你可说的 妾身有罪 皇上 抱歉此言 自虚无忧 胡言乱语 我胡言乱语 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次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一次 二十五年九月十三再一次 五年间梦一三次 这到底说明了什么 这些日子 啊 有一细三年 一会儿 然后才把庞老公都回来 前面那里 去乓书 你能不能去乓乓 那我拿走 你去乓乓乓 所以 我这是 我们人都要去乓乓 好 你这才是准备 人家称乓的 来 秦下 旦把他交易 你还留 OK 好 哦 那冒险方才所言 凌云彻梦义的日子有些特殊 你也都听见了 是 二十年四月二十 是景思妖王之日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 是永景妖王的次日 二十五年的九月十三 是皇上知道 荣平不能申育 申责臣妾的那一日 不知道凌云彻梦义的这些日子 是偏巧了 还是她与皇后真是悲喜与共啊 皇上 冒歉说 凌侍卫在梦中喊的是臣妾的闺名 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如今也未可知 凌云彻是皇上的御前侍卫 且忠心耿耿 那三日也是皇上的悲痛之之 就算凌云彻在梦中 说出如意二字 臣妾想 林云彻也是想助导皇上随心如意 倒是冒歉 你的心思不可揣测 你为何就认定 林云彻说的如意二字 就是本宫的闺名 皇上 妾身实在不敢冤枉皇后 可此事一而再再而三 妾身也是心存疑虑 不敢确实 直到妾身发现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皇上 冒歉还有物证 好 呈上来 微臣请贝勒爷安 昆宁宫的赵九霄 在这儿做什么 微臣想托贝勒爷 给玉妃娘娘传个信 什么事 这 先退下 贝勒爷 玉妃娘娘带着林夫人 在御前闹起来了 说皇后娘娘跟凌云彻有私 快请玉妃娘娘 到养心殿去劝一劝吧 好 你先回去吧 这件事 我会请额娘做主的 那微臣告退了 老秦 你竟敢忘读我的箱子 你竟敢忘读我的箱子 让你稀罕得跟眼珠子似的 直到我小心翼翼地 撬开了这锁 看到了这稀罕我 皇上请看 这靴子虽是十几年的旧物 可是穿些人爱惜 针脚还犹新 可这如意云文 却暗含了皇后娘娘 闺名的邪义 和妾身渔夫的名字 还秀在这般隐秘的地方 皇后娘娘 你可认得这靴子 本宫自然认得这双靴子 皇上 当年在冷宫的时候 臣妾与索心深陷火海 幸得令氏为相救 这事皇上也是知道的 索心就亲自做了一双靴子 替我二人向林大人略表谢意 是索心啊 皇上若不信 可以换索心来问 谁不知道索心 是皇后娘娘的贴身士兵 这云文即便不是她绣的 她也会替皇后娘娘认下来的 皇上衣衫上的如意纹 大多出自本宫之手 而这靴子的如意云文 是索心绣的 皇上若不嫌费功夫的话 可以拿一件皇上的旧衫 和这双靴子一对针脚 也好 针脚玉湖来办 玉湖 拿去比对 是 玉湖 如何 皇上 奴婢比对过了 这靴子上的绣花 的确不是出自皇后娘娘之手 怎么会这样 即便如此 索秦也是提名于皇后娘娘 凌云彻已是把这靴子宝贝了那么多年 并不能说明 凌云彻和皇后娘娘没有私情啊 恶音珠 难道救命之情在你眼里 就是阴私之情吗 皇上 来人 奴才在 把玉妃拉出去清净清净 将她关进慎行司 由着她自生自灭 皇上不要啊 皇上 臣妾对你一片驰骋 不忍你被蒙陷了 皇上 皇上 你不可以这样对我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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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 2008 皇上 volunteer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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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e 微臣遵旨 我 王倩 你我夫妻 缘尽于此 你 我夫妻 皇上 臣妾无用 臣妾平白 有洗礼六宫之责 不能为皇上皇后分忧 罢了 令妃 你先回去早些歇息吧 是 皇上 冒劝无告皇后娘娘 只是合理 实在是太过轻纵了 冒前合理之后 你拙人将她灌进庄子里 不许她在胡言乱语了 奴婢明白 下去吧 既然事情了了 臣妾也告退 皇后啊 你留下来 朕有话要跟你说 他 是 你 这 我 那 你 我 你 你 你 平白听这场羞辱 如意啊 这些日子以来 林云车与你的流言 在宫中传得纷纷扰扰 朕也想不听不扰 可这阴影 在朕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切不说今日的事情了 那日朕在木兰围场 看见林云车那般的旧泥 她看你的眼神 分明不是一个奴才 对主子的眼神 还有 你说她在冷宫 那般的舍身救你 是不是在那个时候 她就对你有了不轨之心呢 皇上 臣妾在冷宫 林云车多次救护 是寿宁之命 得了御狐的吩咐 而木兰围场之势 林云车本就是御前侍卫 舍身护主是她的职责所在 理所应当 皇上难道就要因为这个 怀疑臣妾 怀疑救了你妻子和嫡子的人 乌依啊 到底是朕疑心了 还是她戒约犯上 你要这般地为她辩白说话 自从拥挤夭折之后 荣平入宫 你就长日跟朕赌气 不加理会 朕在想 你到底是因为何事 和朕离心离她 难道是因为这个林云车吗 皇上 皇上如今怎会这般说话 永瑾夭折之后 难道不是因为皇上 听了青天剑的天象之说 才不理会臣妾的吗 臣妾当日痛失永瑾 悲痛万分 皇上连面都不露 一直没有陪伴过臣妾 还跟臣妾说 是臣妾恪死了永瑾 皇上宁愿相信 青天剑的婚话 也不相信臣妾 不相信臣妾和永瑾 是为人所害 如今却说臣妾 对皇上不加理会 还拿林云车来说话 永瑾伤势 难道朕不心痛吗 朕是皇帝 朕是夫君 你有明白过朕 慰藉过朕吗 至于天象之说 严传千古 代代相继 朕总是信了要如何 臣妾不能如何 您是皇上说什么都对 如今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臣妾也无话可说 臣妾告退 如意 如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